接下来我们马上讲 桃园市这次是有四个人参选 这四个人是谁 国民党的张善政 民进党的郑运鹏 还有民众党的赖湘林 另外一个就是我的朋友叫郑宝钦 老党外的郑宝钦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出讲人张有话 接连分析张善政跟郑运鹏在桃园的选情 接下来我们马上讲 桃园市这次是有四个人参选 这四个人是谁 国民党的张善政 民进党的郑运鹏 还有民众党的赖湘林 另外一个就是我的朋友叫郑宝钦 老党外的郑宝钦 这四个人参选 这四个人参选 他的局面是两强两弱 所谓两强两弱 两强是郑运鹏张善政 两弱是郑宝钦 还有赖湘林 我们先分析这四个人的一些特质 方善政讲过了 郑运鹏也讲过了 我们现在来谈郑宝钦跟赖湘林 赖湘林的民调截至目前为止 他在桃园市大概只有四% 赖湘林是民众党提名的 虽然表面上他还有四% 但是实质上我们通过分析 他大概只能够在五%上下 就是五%上下流动 最低大概也有三% 最高大概也有五% 这个是赖湘林的状况 因为他本身是劳工出身 而这个劳工出身 他对于淘北地区 因为淘北地区的劳工 是比淘南地区的军工教员工来得多 所以呢 他在淘北活动一定会影响到郑运鹏 但郑宝钦刚刚好 他是过去所谓 桃园县下辖的桃园市 现在叫做桃园区 他的选区是跟郑运鹏高度重点 我们一般估计 大概郑宝钦拿10%到8% 这个是民调上面的数字 就我亲自跑了一趟以后 那我觉得这有点高呼 至少郑宝钦 他会拿到5%到7%之间的选票 尤其是在淘北地区 那他在淘北地区再加上赖湘林 他们两个人的选票 大概在10%以下 这个10%以下 就是挖到了郑运鹏的票源 所以郑运鹏现在他非常紧张的原因 就是说如何摆脱这两个人的纠缠 虽然他现在是猛打张善政 但是我们可以看他 他在社群网络的声量 没有比张善政高 尤其还有一些所谓的负面声量 那这些所谓的负面声量 他长期以来 大概是因为民进党的关系 为什么我讲 郑运鹏他是民进党目前的一个缩影 原因非常简单 第一个 台湾的选民 现在对于民进党的仇恨值很高 为什么他很高 因为将近两年八个月的疫情 破口都是在桃园市 所以桃园市的经济 它的损失比其他地区来得严重 那由于桃园市是一个破口 那陈时中又讲 万华地区是一个破口 那请问万华地区的病源从什么地方来 当然是从桃园来的 因为桃园机场刚刚好 是边境的出入口 那在这一种情况之下 你很多从台北迁居到桃北的人 对于民进党不会有太好的印象 第一个 是蔡英文跟陈时中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难题 那第二个就是说 现在桃园市的建设 桃北地区 因为是郑文灿民进党的票源区 所以它的建设程度高于桃园地区 使桃园地区有一种孤儿的感觉 那这种感觉是有利于张善政的操作 这也就是说郑运鹏他要打入桃园地区 跟当年的郑运鹏 跟当年的郑文灿已经是不一样的局面 这个是郑运鹏他必须要面对的难题 这个是郑运鹏个人的特质 当然他背的是民进党的包袱 那第三个我们就是确确地说 就是民进党 有没有像对陈时中的方式 就是举党就一人 显然没有 虽然蔡英文已经发现 郑运鹏的选情有点不稳定 但是他还是把大部分的资源 依注在谁的手上 他依注在陈时中 跟新竹市的沈慧弘的手上 那对郑运鹏来讲 我们看不出 截至目前为止 我们看不出 他有没有举党就郑运鹏 或许 李选经还有40天 他会最后两个礼拜 或者到10天之间 举全党就郑运鹏 如果陈时中的气势起不来 林家荣气势起不来 那他会举全党之力 就郑运鹏 那从这一些趋势 他说明了一个事实 今年的大气候跟大环境 不利于民进党 第二个 郑运鹏必须要被民进党的包袱 你第三个 就要看蔡英文 郑文燦 会不会举党就一人 这一人就是郑运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